聽聽晏霈的前螢幕情侶怎麼說 因為老婆也一樣嘛 因為有一次 有一次 我出去玩 然後就回來 一次一次嘛 然後回來就是可能已經太晚了嘛 就過了那個回家時間 所以我到了家然後就馬上就進門了 然後就跟他說對不起 然後就一直道歉嘛 可是他就一直就是不要聽 然後一直就是要跟我一直吵架 然後一直要念念念念念念 然後又開始把這些奏障 然後就反出來 什麼 跟這個完全沒有 你有什麼 他念念念我都念你吧 賈斯莉 你是要先吃藥嗎 對啊 他今天還沒有吃法 你就不要管他嘛 這半年我都當他看不見耶 是最好的 沒有 然後再一直 然後一直一直把 跟這一件事情完全無關的一些東西 就拿出來 然後也是要一直念 然後我還進去洗澡嘛 他那邊就開門 然後在那邊 當然在門口 廁所的門口 然後在那邊又繼續念 一直念 一直念 可是我就是就很安靜的 然後沒有回追他 我沒有說什麼話 就是在那邊 然後聽他 然後最後他就是問我說 你心裡偶爾是不是在講 你念完了嗎 我終於可以聽嘛 因為你講的所有的東西 我都沒有在聽 然後問我這個 我就說對啊 他就是想你問 你可以趕快就是念完 然後我就走了 這跟倩走啊 然後 好猛喔 對 他這樣子就超生氣了 然後馬上就 然後鎖門叫我 叫你睡得遠就很無論吧 那為什麼他還要把這些 就跟 比如說我已經說了對不起 我出去玩 然後太晚回家 我已經說了對不起 不是 然後還要念這些 然後跟一些別的完全 那這件事絕對不是發生一次而已 他一定是忍很多次 那你每次回來你就說對不起 然後下次又再翻 他就覺得你對不起無所謂 他剛剛說就有一次對不對 就一次 你有時候講話 不要太一鍵就中核心 好不好 你講的他沒話講的 不是嘛 不是嘛是不是 謝謝啊 像我之前我跟我女朋友 他有一個前男朋友 就是他們的關係都滿好的 然後後來就是他有跟我說 他不會再跟他聯絡 後來就被我抓到嘛 那時候他比我還更火大 你知道嗎 就開始說 什麼你一月跟什麼誰誰誰出去一次 我又沒有去管啊 然後你上個月好像去KTV 跟一些女生在啊 你有沒有說有女生在 對啊 然後練我跟女生拍照的事情 然後要挖出來 對啊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的男朋友是要跟他附和的 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會覺得莫名其妙 這樣子講 就是好像跟章定人完全不一樣啊 以前我跟女朋友就是約會嘛 以後我約六點 以後有一次是我 就是他遲到 遲到20分鐘輪不見 輪不見 而且連電話都不接 我那時候 就是我忍著等 然後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對不起 對不起你 我錯了 我錯了 然後他很認真 對我說道歉 那我就算了 好 OK 我們開開清新去了吃飯 但是我走到一半 他突然暫停 他說 即使哦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你道歉 他說 然後我就當你 怎麼了你怎麼了 突然怎麼了 你不是我們開開清新的嗎 他說 你之前那麼常遲到 我為什麼要這一次 我遲到一次 就要跟你道歉 我真的非常不理解 然後開始翻臉 對啊 你之前真的常遲到嗎 好像 是不是 不是啊 對啊 你們可不可以拍一點強棒啊 對啊 我們今天來的都是二軍不行嗎 也是哦 好 那這一點不了 我們來看下一點 我第一名呢 看一下好不好 重點中的重點 第一名是 道歉口氣讓人怒 這就是你 梁樂群啊 KVCM 做錯事情之後的態度很重要 你道歉的話就表示 你真的覺得你自由的人說 那如果 你又口氣又那麼差的話 會讓我們覺得說 你到底是真的有在 道歉還是沒有道歉 我有時候跟我男朋友吵架 吵到一半 然後他就 我又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他會突然說 停住三秒後就 好 都是我錯可以了嗎 然後他一講完整天 練啊 講完特別是跟他講話 對啊 就是我錯了不然想怎樣 那種感覺 但是他心裡不會真的覺得 他有犯錯 好嘛 對不起嘛 講 就是他也不是發自內心的道歉 然後感覺就是想敷衍了事 就這樣結束句點 犯錯了 就要誠心誠意道歉啊 怎麼口氣還可以這麼查 道歉 口氣大家好一點 不然幹嘛道歉 是不是 當然可憐 對,他們是有稿子 是不是怎麼每個人講的都一樣 因為你們每個男人都一樣 真的 我跟你講男生最討厭那種嘴臉就是 我就道歉了嘛 那你還要想怎樣呢 謝父是不是啊 已經道歉了 是不是這樣就很欠責我樣子 就是不誠心啊 對啊 對不對 敷衍啊 我跟你說 我覺得遲到是常常有的 那只要是要說遲到 譬如說如果我們約 譬如說六點半好了 就你等等等半個小時 他還沒有到 七點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帶他上車 他一定不會跟你講 對不起,對不起,我遲到了 像我們女生一定會說 對不起,遲到了 剛剛錄影延遲這樣 他不是他就會這樣 好啦,你上次也遲到很多次 就是等我一下會怎樣 自己先見 那我就很好 我覺得另外一個會讓我更氣的是 有一次我跟他講說 我三點鐘要去錄影 那你剛好有時間 說我不能去接妹妹 你幫我去接妹妹 他說好 然後結果呢 我已經開始錄影 那一天還延遲 三點半我接到我女兒電話 他說爸爸咧 忘記了啊 不是 然後我就說 我打電話 我說請問你在哪裡 他說 塞車啊 三點鐘塞什麼車啦 可能車路啊 有時候 不是,他明明就是睡過頭 還是他就完全 然後妹妹福利一點嘛 晚半個鐘頭有什麼呢 為什麼你們都無法自己承認 自己的錯誤呢 就是錯啊 我老公也是這樣 他有一件褲子很滑 但男生什麼東西都喜歡 往口袋裡面塞 錢啊什麼的 然後健保卡啊什麼 然後每次東西都會滑出來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穿這件褲子 這件褲子口很淺 每次東西都要早東早西的 好,他有一次帶我兒子去看病 然後也是拿了我兒子的健保卡 就往口袋一塞 我就說你又穿這件褲子 然後你又不把健保卡收好 又往裡面 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那現在誰去辦 他說那 那你沒有通告的時候 你去補辦啊 又變成是我去補辦 我說那你為什麼講不聽呢 那件褲子是有多好穿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好啊,你都不會犯錯啊 好啊,對不起啊 那就是我弄不見的嘛 那不然怎麼樣 我會是故意的嗎 我說不是 因為你每次都這樣 這也不是第一次 你以前錢包也不見 也找好久什麼 他就說 我已經說對不起啦 你這件事要討論多久 你要講多久 可以結束了嗎 你要講多久 討厭耶 他就說結束了 你要講多久 那你就 就是還想再講 不好意思 你回去看一下重播 你剛剛那一段話的畫面 他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講不聽了 那件褲子是有多好穿 因為你每次都這樣 這也不是第一次 你以前錢包也不見 也找好久什麼 這真的讓人家討厭 對 你要講多久 是真的很生氣 難道你只要說 好啊,對不起啊 就是我錯啊 我們就不能再講了嗎 我們就說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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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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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這個樣子都很討厭耶 對啊 這樣子可愛多了 對啊 對啊 有一些武器 你們女人都不會用 你知道嗎 沒有,我們的情緒怎麼可能 你一道歉之後 我們就說馬上是嗎 我們怎麼可能收放自如啊 就是啊 你們是專業的演員啊 他東西掉了已經很不爽了 你還在火上加油 因為那是他自己造成的 再加上你那個臉 你知道你那個臉真的是 我怎麼樣 厚服臉你知道嗎 他又怎樣啊 我怎麼樣啊 會讓我們想到我們的後母 不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們真的如果很誠懇地道歉 是有傷你們的尊嚴嗎 可是因為有時候我們做錯事 我們也是自己覺得很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覺得很自責 對 然後還被這樣子隨隨唸的話 是不是覺得很丟臉 那那是你們造成的 你們要反省啊 男人就為了一個面子 對,你還要這樣子 對 你們男人在我那邊很害死 我覺得健保卡夾在你的肉裡啦 真的 有可能喔 有一次我們就是夫妻在吵架嘛 那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在煮飯 我已經忘了我們在炒什麼 反正就是我們在那邊 然後吵架,吵架 然後我在煮飯 然後他突然 就拿了一個 就忘了是什麼 白香果還是什麼 拿了一個東西 然後丟到我那邊 然後就兜到那個 然後有油就噴出來了嘛 我沒有被打到啦 可是就是 我沒有被噴到 可是他就很危險嘛 所以我就很大聲跟他說 這樣子是油耶 熱油很危險耶 會燙傷啊 這種是不行嘛 然後他好像就是有嚇了一跳嘛 然後就說 是我不對了 可是我就是 對啊,怎麼那麼可惜啊 哇 真可惜 他應該被燙傷 應該啊 最無辜的就是那一顆火龍果了